大家好我是小徐 坐了三间的围栏和隔离区 今天终于完工了 这三天说实话还挺累的 接下来最大的工程就是给狗狗买狗粮 还有就是安一个太阳能 给狗狗安一个洗澡的地方 怎么说呢现在也放心了很多吧 至少围栏安起来了 不用再担心狗狗跑出去了 给他们把月子也扩建的大了 然后明天把月子给他们清洗一下 清洗一下狗狗们就可以玩耍了 就知道怕狗狗下雨天在月子里面湿透 然后正面专门安了一个隔离的 下雨天他们就在雨盘下面 天前就开了大门让他们出去 也不知道小徐现在的扩建 大家感觉怎么样 也希望大家能给出意见 如果你们有更好的意见 也可以给小徐提出来 然后小徐呢在这里 感谢这一路陪伴们的家人 谢谢大家 我也希望看到这条视频的哥哥姐姐 伸出援手帮帮这些毛孩子 感谢这一路陪伴们的小徐提供 我会有些迷惑 受伤后可以回家 只有一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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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寻找我遇见 虽然我不曾温暖的家 但是我一样 渐渐地长大 只要心中充满 就会被光滑 无法埋怨谁 一切只能靠自己 这下哥哥我们都安适了 这么高的为难 他事也能通 没有爱 整天不开家 伤痛的练习 不同的心灵 让我 拥有你的爱 社宿率 伯伯 别吵极人家姑娘 我 像我有个家 一个不需要过大的地方 我手紧下的手 才不会害怕 不会像要家 可是就有人没有他 只能自己轻轻操 我好羡慕他 受伤后可以回家 而我只能孤单 孤单地寻找我的家 虽然我不曾 有温暖的家 男生如一样 渐渐地长大 只要心中充满爱 就会被关怀 无法埋怨谁 一直只能靠自己 谁让你 什么都不缺 为何看不见 你露成笑脸 永远都说 那你有爱 整天不远 相同的眼睛 不同的心理 今天又是忙忙碌碌的一天 今天终于把四个隔离区 还有月子里面的围栏给做好了 整整从早上10点坐到现在 这些卫生我实在是没精力再收拾了 等明天早上再收拾吧 这是四个隔离区 这个隔离区坐的比较大 一共是五米 里面放的是落落 隔壁放的是康康 然后我再给大家看一下坐的月子 这是应该大家看到以后也会挺满意的 这是整个月子 月子里面用不锈钢做完以后 我又买了一层沙帽 把它围起来了 也怕小狗狗钻出来 整个月子都用不锈钢围起来了 也扩大了很多吧 贴黑了 黑不清楚 这是整个大月子 现在的月子比较大哦 然后月子在那专门坐了 就是隔离区 下雨天他们直接可以在阳台上面 玩 不下雨的时候他们就到这个大月子里面玩 一共是按了八个门 大家感觉这样装修怎么样 你们满意吗 感觉挺好的 在评论区里面打个挺好 鸟鸟蒸 wives 对 �ст POW україн